大家好,我是Ru-chan Ru-chan 今天也要看影片 謝謝 不知不覺2019年要過的已經要2020年了 那我跟文當就想說 大家這一年以來都看我們的影片 又常跟我們聊天 讓我們兩個在日本的生活沒有那麼寂寞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來回饋一下大家 他就想了很久 到底要回饋什麼會比較好 我們兩個就一起討論一段時間 想說要有日本文化 又有我們兩個的感覺的話 那就是年夏秋啊 這是賀年卡 日本人每年年底的時候都會寄年賀狀 到這一年有照顧他們的人那裡 來感謝這一年的照顧 然後明年請多多指教 那又覺得跟我們兩個的宗旨其實就蠻符合的 但是呢 我們兩個又不想要從市售隨便去買 又寄給大家 所以我們兩個就決定自己去照相 然後自己做年賀狀再寄給大家 那就要大家看一下當天拍攝情形 GO 大家早安 現在我跟文當在趕去拍攝的會場 文當不得幫我們拿行李 天氣好 我還好 我還好 太好了 蛤 這個節目是 Lavi Vordoglavi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 你今天有何枚穿著呢 我用小枚穿著給大家看我穿多少 首先是一個圍巾 然後是一件外套 然後是第二件外套 還有兩件發熱衣 全部見到 不是兩件 黄、白、茶色 把他倆穿著換衣服了 請 然後這兩位是我們今天的擔擔 珊珊還有Lingo 他們兩個人超好超可愛 我們文當去第一次見面 我們文當比較怕深啦 文當本人的皮膚有沒有很爛 沒有啊 其實沒有這樣 沒有你是不是那麼爛 不講我們大尉很高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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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珊珊幫我們買早餐 剛才珊珊幫我們買早餐 好像那個飯店移民水果 這家店整個氣氛超好的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其實有被嚇到 真不愧是表餐到了 文下攝影的感覺 這家店整個氣氛超好的 這家店整個氣氛超好的 這個是幫我們化妝的KIKU將 在換衣服之前呢 化妝師會先幫我們換髮型 然後還有化妝 所以大家要注意 因為等一下換衣服的關係 你們裡面的衣服盡量不要穿套頭的 一般不會講日文的客人的話 我們就會像這樣子 一直站在旁邊 幫日本的化妝師跟 因為這種這麼重要的東西 最怕語言不同了 對 我日文也很爛 剛好你可以幫我辦 真的嗎? 很多我都聽不懂 在開始化妝之前 他會這樣子幫皮膚保養 保養還蠻久的 不像一般的話 就啪啪啪啪就結束了 很用心啊 很用心啊 瑪瑪在洗澡上化妝 有點... 很可愛 很可愛的化妝 今天有點像NETRO 的影響 就是比較複雜的感覺 喔 很厲害耶 剛才其實有一些日文我聽不太懂 他們就可以幫我隨行翻譯 那弄完頭髮 化完妝之後 要換和服 穿和服之前呢 要穿他們準備的這個和服內衣 剛才文當講個很無聊的話 我直接不理他忽略 然後Lingo這樣還回他 哈哈哈哈 最好的要好的對應 哈哈哈哈 文當現在穿哪一半身 下半身很像小朋友 好可愛喔 其實一開始他們跟我說 文當要穿紫色和服的時候 我還蠻擔心的 可是就覺得相信他們的眼光了 結果果然專業就是沒有錯 蠻適合文當的 很好看 他們這間店的和服的材質都非常好 文當穿的這一件是新郎穿的文服 這種材質好的和服啊 其實真的是少 所以這次來體驗的話還蠻值得的 完成了文當 好可愛喔 好帥喔 謝謝 謝謝 完全是乾的 超討厭的 只有說 只有把我們都被開 這是化妝包 然後這個是件 然後這是扇子 為什麼他要拿件 就是因為他怕新娘如果說在婚禮的時候 不小心被人家電影 所以他就可以拿這個件去殺 就是我要保持自己的純潔的一種象徵意義 這麼壯烈 我第一次畫這樣子比較濃的眼妝 還蠻新鮮的 這是今天的攝影師 哥比桑 哥比桑 文當時我像鋼彈 煩死了 好煩喔 我受不了 你不要再捅他長一直笑了 煩死了 大概化妝室就是這樣的大小 八卷水小無臟俱全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去拍攝了 我們兩個今天就是要跟這家婚紗攝影公司合作 拍要給大家的賀年卡禮物 那跟大家說只要你們用他們的婚紗攝影服務 那要去各個地方拍照的話 他們就會準備像這樣子的車子 可以讓穿和服不方便行動的大家 可以輕鬆自在的移動 除了翻譯之外 攝影師、化妝師全部都是日本人 非常非常日本的一個團隊 我們文當帶我的 反而看起來很像鬼滅之刃的炭治郎 水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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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啊 開心就好 我們現在要拍的是東京都內的一間寺廟 攝影師會指導被拍的人要比出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即使不會擺姿勢的人都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攝影師都會教你 然後都有台灣的店員在旁邊幫你翻譯 今天天氣超好的 攝影師說這裡拿香拍起來比較漂亮 他就自己花一百塊幫我們買香 這個香好可愛喔 燒完之後這裡有寫寺廟的名稱 剛剛鹿獎靠在文當身上 然後文當就偷偷在旁邊吐槽說 鹿獎很重 OK 超可愛 親愛的攝影師請他們 就是比較開心一點的感覺 對 可以嗎 文當可以再激烈一點 這樣子 我在旁邊看文當拍照 覺得好像是本漫畫喔 臉超小的比例超好 文當開心嗎 開心 大家要對文當好好喔 他講通文真的很可愛 他講通文超可愛 謝謝 然後我們走路的時候 局長都會幫我拿這個袖子 我覺得很貼心 因為這樣我真的變得比較好走 剛才為了讓我方便走 所以他們把這個全部都綁上來 然後現在因為到了空曠的地方 要整個站攤開來拍了 所以他們就把它放下來 接下來要拍的這個 就比較正式一點的 知識也會比較講究一點 我們現在剛拍完寺廟 要來吃麥當勞 他們說客人如果拍一整天的話 他們也會像今天這樣 準備一些簡單的食物給客人吃 麥當勞 我以前就拍了這種東西 麥當勞 麥當勞 我點炸蝦寶文當點照燒雞寶 穿這麼正式的和服吃麥當勞 很想圍合感 我們兩個已經很久沒有吃麥當勞了 今天可以吃到滿開心的 我們現在在這裡拍簡單的澎拍 這是第一次 現在換完衣服要感覺下一個地方拍攝 拍一個照片這麼大聲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在護岳銀座商店街拍攝 這是東京現在最長的商店街喔 我們兩個是第一次來護岳銀座商店街 要是沒有拍攝的話不會來 這裡的車站設計也很復古 超可愛的 文章在拍錄獎 我們看到這家鯛魚燒店牌超多的 你就來買買看 我們買的是這個期間限定的奶油口味 感覺超好吃的 好吃嗎? 好吃 好吃耶 它雖然有一點烤焦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烤焦才好吃 好吃 跑步 攝影師要求他們快跑過馬路 文章一個人要把整個鯛魚燒吃光了啊 我當超風場的 看他吃的樣子就很好吃 真的假的 他一口都沒留給我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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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最後一口就留給了 謝謝你 我最少留給了 謝謝 我不會覺得很嬉鬧 謝謝 好開心喔 會不會肥給文章吃 現在時間下午3點5時 大家已經跟我們拍攝一整天了 而且接下來還有兩個點要跑喔 欸! 還沒結束喔 哈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麼可愛啦 全部的人都已經累到睡到了 我們接下來要來拍的是新宿黃金街 然後在這裡拍照片的話要申請喔 不能隨便過來拍 這裡的建築物都很低 然後都是很小間的酒吧 很酷耶 這是我沒看過的那種 日本文化啊 很新世界的感覺 因為現在天色已經漸漸變暗了 所以我們就用閃的燈會比較多一點 光燈超厲害的啦 超厲害的啦 因為現在是晚上了 相機的燈光比較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設定相機 我又叫文章弄 就沒想到文章會弄耶 大家看現在晚上有沒有感覺 還是看得到亮亮的 文章很厲害 嗨喔 這攝影師真的超專業 超會拍的 這除了 攝影師整個很陶醉有沒有 完全沒想到這個地方可以被拍得這麼漂亮 會不會有點太專業啊 江山 看來我們找他 哈哈哈 我覺得你超美的啦 受不了 今天露獎穿了這個外套 也是配合新宿黃金街來換裝的 你看像我們晚上打燈的話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Idea大爆發 停不下來 Idea 哈哈哈 現在就越來越晚了 店家也開始營業 我們現在從這裡離開了 有一種從昭和時代回到現在令和的感覺 我們現在坐在這車子裡面 山上這樣很適合一首歌 我只要只想要不是嗎 怎麼這麼落塞 那我們現在到六本木了 在六本木我們會拍 Keyakisaka 還有Midu Town兩個點 我是第一次來東京Midu Town 太美了吧 傻眼 超漂亮的 溫南看的目不轉睛 太美了吧 天啊 天啊 跟大家說你們來東京的話 一定要來看Midu Town的Illumination 看得出來是我跟溫南在這邊 好厲害哦 好厲害哦 帥哥 帥哥 帥哥你了 哈哈哈 你怎麼這樣子啊 謝謝你了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溫南說謝謝啊 謝謝 哈哈哈 那以上就是我們兩個拍 那以上就是我們兩個拍年賀狀的過程 這是我們兩個做的兩款年賀狀 要寄給大家 要寄50張 抽獎的方式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不要說你們不想要 我會生氣哦 好啦 反正就是想要的人呢 就麻煩看我們資訊欄 有怎麼抽獎的說明 那就今年也很謝謝大家的照顧 來年もよろしく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那等你們來抽獎 掰掰 再見 掰掰 字幕提供